除了一般在日常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之外 我想在未来这两三个礼拜 国际上最重要的事就是阿富汗的事件 我们知道美国打算在9月11日之前 在阿富汗全部撤军 我们也知道当美军一直撤退的时候 阿富汗里面的塔利班 塔利班一路势如破竹 你走了我就进入 现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被塔利班占领了 剩下小撮的地方 迟早当美军撤退的时候 都相信会被塔利班取得 主要美国在过去这么多年 在阿富汗做了所谓政府军的训练 成效如何呢?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这些政府军 它不成军 完全被塔利班势如波竹 一个个省一个个地区 我相信当美军全部撤走之后 现在阿富汗政府也将会倒台 无法支持下去 到底他们的总统会怎样做 这个我们不知道 到底这件事 其实有没有先兆的呢? 在华盛顿邮报那边连续出了两篇文章 在美国一早已经知道 在过去的二十年来 一直在阿富汗里面都是失败的 只是为了面子 为了各种理由 在美国人面前说大话 美国包括了第一批将美军 送入阿富汗的小布殊 接下来就有奥巴马 奥巴马其实已经在2014年 就准备撤军了 当时已经在阿富汗已经十几年了 结果没有撤到 说要撤军就撤不到 接下来到特朗普 特朗普就跟特朗普说好了 本来在今年五月之前 全都辞了 但是他输了 输了之后 拜登上场 拜登说 五月之前撤不到 我们拖到九月十一日 现在就开始撤军了 现在撤军了 大家看到 美国走得非常狼狈 其实中间一直以来 在美国高层军部 一直都有准确的情报 知道特朗普只是退守 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因为打他不赢 其实在用的战术 就是游击战术 我强过你 我打你 我弱过你 我走人 而你的美军是外来的军队 另外自己本身 特朗普也是阿富汗人 所以 帮我走 收起兵力时 你找不到他 但到你一有什么漏洞 他又出来搗你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一直以来 美国是从来未曾 真正正可以在阿富汗 做到什么 这个失败他都要知道 但是 作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 真的这样输 输了 夹着美巴走 都很丑 另外就很影响世界对他的看法 不然现在都没办法 现在终于要撤冰 我们看到 一直撤冰的时候 Taliband 一直 细如破竹 占领了现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 那么 没办法 你自己用的政策错了 你走去搞Taliband 自然是不行了 当然我们知道 王毅部长 也和Taliband的 一些主要官员 就在天津见了面了 有很多人就说 中国你会不会好像 以前苏联 或者美国又揮军入阿富汗 又被阿富汗拖住 那这个问题 我待会留下 我第二条片先跟大家说 继续说回 现在美国的尴尬情况 他那个尴尬情况 其实 一早已经知道 只是 不肯承认 而这个作者 那本书 将会在8月31日 就会 发表 我希望到时 可以找到那本书 然后看看内容 有什么特别 目前来说 我看到他提到的 非常多的细节 这个作者 曾经做了不少的研究 拿了不少的记录 所以作为一个 这个历史文献是值得保留的 但是 整个概念 其实说来说就是一样 就是 美国的前线的人员 不停向他们的高层 透露出 一直都搞不定阿富汗 但是 似乎就是 结果就是 完全没有办法 拖下去 也都不是办法 因此现在 美国终于决定撤兵了 撤兵之后 结果就是 你扶植基上来的 所谓政府 必然倒台 而会进入 阿富汗 另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 将会是一个 有非常之 严厉的伊斯兰组织 作为主要思想的 政权控制住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 在这种情况之下 阿富汗的前进步伐 可能会被拖慢 当然 我们指望将来 可以使到 阿富汗可以 重新得到和平之后 再建设国家 在建设国家之后 提供了一个 希望给人民 可以将他们的激进 那个思潮 就可以减化 真真正正的 可以做到一个 长远的 和平的 阿富汗出来 我稍后再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可能性在哪里 好 好 谢谢大家